中国能够会变今天这个遭遇 你要怪谁呢 怪习近平 因为说的事情都是你们造成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子 恰牙牙一直在向外扩张的话 其实你觉得这些西方国家 大家一起发展经济 把军事预算拿来发展 做其他事情 做社会福利不是更好吗 但是没办法 国家安全至上 接下来我请教预会 因为这次在北约峰会里面 其实他们还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他们 这个是直接没有很隐晦 直接很明白讲说 中国在扭曲市场 他们指的是哪一些事情 这个其实就讲到的是 一带一路的事情 不过其实在这次的峰会 我应该要先问候一下 我们聊天室里面 刚刚聊天室里面有点名 我们要跟聊天室里面 所有的朋友 特别是从中国翻墙过来的朋友 你们有打BNT吗 因为习近平已经打了三季的BNT 你们打到了BNT吗 我这在中国是国家机密 不能讲 可是我们要告诉你们 让你们也有知的权利 5月份就打了三季的BNT 你们打了BNT吗 第二个是 很多的中国的高官 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 开15分钟 可以领到100万的人民币 赶快去把这银行户头里面的钱 强领出来 你领到钱了吗 应该很多人都没领到吧 所以我们祝福我们 这个翻墙过来的好朋友 你们领得到钱 打得到BNT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 是在这一次G7的峰会 其实在会后 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 很罕见的 就如同刚才宇守老师所说的 他们这次关心的 不是欧洲的议题 他们这次关心的 其实都跑到亚洲来 跑到印太地区来 他们关心东海 他们关心南海 关心台海 特别是对中国 他们加了非常大的篇幅 另外一个部分 他们讲到的是要制裁俄国 制裁俄国的部分 我觉得这很有趣了 他们决定要把俄国的石油 我们来定价格 我们定了价格以后 你如果敢跟俄国买的石油 价格高过这个的话 我们就惩罚你 所以定价权 G7要自己去取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蛮狠的 而且他禁止 这个进口俄罗斯的黄金 所以就让俄罗斯 没有现金可以来使用 这是在制裁上面 再进一步的 让俄罗斯没钱 没有那个现金流可以动 然后其实还有 在粮食安全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这次G7 因为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 你会发现全世界 特别是在非洲国家 很多地方其实是粮食 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次讨论到 就是我们在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债务问题 他讲到是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 特别针对的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在一带一路 它是针对发展中的国家 是透过了中国的国营企业 还有跟政府这些 相关的友好的 这所谓的这些的企业 然后来出钱 出钱去这些 所谓开发中国家 来大量的进行基础建设 因为一般的西方国家 他如果去一些 比较贫穷的国家 相对落后的国家 他多半是进行一些 人道救援 公共卫生 或者是教育 但是中国 他反其道而行 中国去建的 全部都是基础建设 而且中国的贷款 大概67% 全部都是在基础建设 那这次G7 他们承诺在五年内 要筹措6000亿美元 要帮助像斯里兰卡 这样子的国家 要来帮他们来还债 为什么斯里兰卡 这个国家 我必须举出来 因为斯里兰卡 现在这个国家 你不能加油 因为它也没有可加 第二个是 你也没钱可加油 他们连公务人员的 这个薪水 都拿不回来了 那为什么会让斯里兰卡 这个国家 陷入如此的一个困境 最主要的其实 那个始作俑者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借了大量的钱 让你去盖这个基础建设 可是现在因为 你看到俄乌战争打了以后 能源价格高涨 经济崩坏 所以很多的基础建设 它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出门 很多人没有办法消费 所以这些本来的基础建设 它希望能够赚钱的 却没有办法赚钱回来 所以这些国家 本来想靠这些 让国家的财政慢慢变好 却没有办法 那中国呢 过去都是 好 你如果 这个没有办法还钱的话 我就透过你什么港口 什么一个重要的城市来抵战 可是现在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爆的话 那这对于中国 特别是在二十大以前 习近平你过去一带一路 借了这么多钱出去 万一都变成呆账的话 这也是习近平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现在内部会感觉上 好像是这个风雨飘摇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其实在一带一路 这条线上 你会看到说 一个一个除了斯里兰卡 然后除了我们前一阵子 有马尔蒂夫 还有甚至于非洲很多的国家 特别是在非洲南部的很多的国家 这些现在都陷入了财务的困境 如果说他们现在钱 没有办法还得回来的话 还给中国还得回来的话 那中国的这些钱 又能够向谁讨呢 所以这是现在G7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不解决的话 这些国家势必都会变成中国的附庸国 把整个国家全部都导向中国去 那G7看到了这一点 有债务 G7五年筹措六千亿 这笔钱是非常大 他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六千亿美金 对美金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